熊孩子不听管教竟用激光笔照飞机 最后卖房赔偿了三百多万 最近几天晚上我发现总是有人用激光笔往我房间里照 虽然不能对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但这种被人打扰的感觉还是很不爽的 总感觉有人在用98k瞄我 一不留神就会被爆头 有一天我下楼散步 有几个熊孩子在楼下打闹 一个拿着金箍棒 一个拿着玩具枪 另一个拿的正是激光笔 一开始拿玩具枪的熊孩子好像是在练枪法 他在墙上绑了好多气球 然后站在远处把气球一个个打破 但是后来拿激光笔的大熊就过来捣乱了 他的激光笔打气球可比玩具枪快多了 光线一扫过 气球直接整排爆掉 这可把小伙伴们惊呆了 大聪明心想 我要这铁棒有何用 看着他们一个个羡慕的神情 大熊满脸的傲娇 说着还用激光笔往大聪明脸上照 我看到了赶紧过去提醒他 不要用激光笔照眼睛 会把眼睛弄瞎的 结果大熊怪我多管闲事 你是谁啊 我们在这边玩 你管得着吗 乱里巴说得真烦 激光笔我天天玩 用得着你叫脑子吗 这是熊爸 看到我们在吵 也走了过来 歪歪歪 我说你 你是干嘛的 老爸 这个胖子想抢我的激光笔 来骂我们 说着说着 眼泪都快挤出来了 卧槽 熊孩子的演技也太他们好了吧 我赶紧解释 大哥别误会自己人 我就是告诉他们 激光笔太危险了 不能对着人照 你别说了 我一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人 你问小手电危险什么 我们都玩了好长时间了 说着熊孩子还用激光笔 在自己脸上乱照 以此来证明激光笔的安全性 这种行为实在是太危险了 简直就是在玩火自焚 大哥 这东西只能中午玩 只能中午玩 为啥 我摇了摇头 没理他就走了 看到熊霸撑腰 大熊玩得更肆无忌惮了 不管看到什么东西都要照一照 很多汽车的轮胎都被他照着冒了烟 熊孩子看着自己的能力如此强大 开心极了 现在身边的东西已经不能满足他了 他想探索更多的可能 比如激光笔究竟能照多元 于是他把目光看向了夜空 人类对天空的探索 有着刻在基因里的着迷 下巧这时空中飞过一架飞机 离小区不远的地方就是飞机场 飞机起落时离地面是比较近的 熊孩子看着闪烁的航行灯 露出了智慧的笑容 他拿起激光笔对准了正在下降的飞机 并且让光线一直跟随飞机的航线 他想在遥远的天空之上 一帮陌生人此时能看到我在地面发射的信号 这实在是太让人兴奋了 那如果这个激光笔再大一点 说不定我还能照到月亮上 天哪我真是个天才 想到这里 他决定研究一下激光笔的结构 于是他拿起激光笔就对准了自己的眼睛 强烈的光线一下射入眼眶 他不知道这股能量有多强大 为了能好好研究激光 他还迫使自己把眼睛睁大 突然他感到眼球一阵刺痛 眼泪也不自觉地往下流 大熊以为是自己睁眼时间太长了 就关了激光笔 想闭眼休息一下 但是他没想到眼睛却越来越疼 好像有一团火在里边烧 眼睛多焦嫩呢 有一点伤害就是钻心的疼啊 疼得熊孩子开始满地打滚 这时熊爸看到赶紧跑了过来 问他怎么回事 大熊已经痛得说不出话了 他赶紧把熊孩子送到了医院 这边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没想到警察也找了过来 您好 我们接到报警 说有人用激光灯照射民航飞机 导致驾驶员眼睛短散失明 差点造成航空事故 我们去你小区调了监控 发现是你家孩子做的 这时医生也过来通知孩子家属 你是孩子家长吗 你们怎么能让孩子玩那么危险的东西呢 他的眼球被激光灼伤 并且非常严重 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失明 我建议你先去给孩子买个导盲棍吧 这时警察也说到 你知道用激光照飞机的后果有多严重吗 法律规定 以激光笔照射行驶中的航空器 机动车辆或其他交通工具的行为 是可以构成以危险方法为害 公共安全罪的 最高是能判死刑 你们明天先去所里做个笔录 然后看法院怎么判吧 熊爸一连收到两个恶号 受不了这么大的刺激 一下也晕死了过去 后来经法院判决 熊孩子监护人罢款320万 再加上给熊孩子治眼睛的医疗费 少说得400万 熊爸只能卖房卖车了 激光笔的威力是非常强的 尤其是那种绿色或者紫色的 千万不要误以为它只是个玩具 一定要有防范意识 才不会像熊孩子一样害人害己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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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四肢全断 上初中的时候 住校学校每个周六晚上 都会放一部电影 让同学们看 但是总会放一些同学们 都不爱看的黑白老电影 有一回放假 同学二狗在家里 找到他老爸珍藏的一个箱子 打开后里边有几张碟片 包着碟片的是 一张终结者的海报 二狗以前看过终结者 那刺激的场面 和牛逼屌炸天的特效 让他印象特别深刻 想必同学们肯定会非常喜欢 于是他就把碟片拿到学校去了 终于到了周六晚上 学校又要放电影了 校长把电影打开之后 就回了教务处 留下我们自己看电影 校长走后 二狗神秘兮兮的拿出几张碟片 跟我说 这是他从家里带来的 施瓦辛格的终结者 这电影可牛逼坏了 咱们去把碟片换掉吧 给同学们看看美国大片 在二狗去换碟片的时候 我就跟同学们讲 有新电影看了 美国大片 热血激情战斗的类型 那场面 你们就别管了 同学们都激度万分 我赶紧对他们说 小声一点 别让校长听见了 这时候二狗也换好碟片了 当一开始 屏幕上出现了一片英文字母 那时候还看不懂 二狗就说 美国大片都是这样的 然后背景音乐就响起了 节奏感很强 听着就热血十足 同学们的脸上都充满了期待 紧接着出现电影画面了 说是美国大片 出来的怎么是一群黑人 和一个亚洲女人 同学们都屏住了呼吸 双眼紧盯着屏幕 期待着电影里热血激情的战斗场面 可能是音乐太大声了 校长在办公室听着音乐 好像有点耳熟 就走过来一看 我的天 怎么放的这种电影 难道是我拿错碟片了 校长吓坏了 声嘶力竭的叫喊 二狗看到校长来了 吓得想赶紧把碟片退出来 但一紧张竟按到了快进 直接就到了电影的高潮部分 二狗一看 紧张的大脑一抽 直接抱起放映机就跑 幕布上顿时没有了画面 但是二狗只是抱走了放映机 音响却还是开着的 声音还在继续 我们听着不明所以 但是很有节奏感的声音 那一刻全校沸腾了 同学们都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第二天校长把二狗的家长叫来了学校 他爸直接给二狗请了三个月的病假 听说四肢全断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有一天二狗神秘兮兮的去小卖铺 悄悄问老板 老板老板 你这里有透明的气球吗 就是上边有一个小头头的那种气球 老板想了想 这小朋友说的应该是套套 可能家里大人不好意思来买就让孩子来跑腿了 然后对二狗说 有 你要哪种啊 二狗一听高兴坏了 我要买最大的 能把我套上的那种 老板吓了一跳 赶忙问 小朋友 你家是养大象的吗 我这里可没有牲口用的 不是 是我用 你用这玩意干啥 是这样的 明天六一儿童节了 老师让我们表演节目 小美演猫咪 大山演小鸭 王金条演兔兔 然后我就问老师 我说 老师老师 那我演什么 你呀 你演个鸡吧 你演个鸡吧 小美演唱会 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